一名黑衣男子经过店门口 胡万潮里头破口大骂 这一句又一句让店家人无可忍 老板冲出来理论 但最后进演变成肢体冲突 郭静忠两人一度僵持不下 瞎秒男子摔倒在地 有民众目睹全身还想上前劝阻 但两个人扭打在地 就怕自己也受到波及 他在店门口叫嚣了 也没什么事他就在这样子 他好住附近 平常就是比较夸张 大白天的街头上发生冲突 不少邻居都听到 但到底什么原因 原来其中一方 还是今年参选当地离整的灵性男子 事发在台北市北投中和街 是由警方赶到场 厘清冲突原因 灵性男子公称是对方多次辱骂 严重影响店内生意 才会想上前置之 但疑似劝不听 还想出手 两个人引发纠纷 受双方互相提告 分别提告伤害以及恐吓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后 立即持赴现场查处 因越南左眼部有差错伤 故通报救护人员到场处置 事后双方互相提告 涉案的灵性男子曾参选 但没有当选 还是北联邦副邦主身份 这回公正自己低调和家人做生意 直轰对方多次无故谩骂 才会反击所以因为情绪太激动 惹出风波 TV新闻余星和叶俊台表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